这边以前是老婚化区 然后它有四昌寮的文化 新竹江山街 只能让摩托车通行的小巷里 2013年中来了几个年轻人 四昌寮变成了公寮 拆除隔间进行改建 一度让邻居议论纷纷 长辈也误会 就是说我怎么会跑来这边工作呢 然后他们来看 又有背包客栈的部分 他们还以为就是 现在还有在做这部分的事情 提供背包客歇角处 也可以给展演的艺术家借宿 房间不大 因为整体空间让出一大半 刘美硕是从事策展的张灯瑶坚持 留给艺术家创作实验 我想要做的是 本来它就是一个属于 比较一个小众 然后才希望透过这一个 我们做的东西去推广出去 让它渐渐地能够 让越多的人能够接受 你想要得兼顾现实 相较于张灯瑶的前卫 乐佩银和刘仁瑜两位客家女孩 负责务实打底 一门咖啡馆的活动 财务和餐点全由他们打点 这一天两位同好登门而来 他们正常是改建老房子 来这里取经 老房子会有一些故事 然后有一些文化的感觉 比较不是过路客 就是年轻的学子跟一些 看到有之前报导的 就会前来寻找我们 成为参考指标 让三个青年级生得到鼓励 他们都承认 放弃了原本稳定的工作 做新尝试 其实非常冒险 我们的主持人做得下来 不是我一个能完成的 那这是海陆枪 是像我们讲 不必一三年做得下来 是大家的拱劳 其实这里早就被列为 道路征收用地 心血也许会有消逝的一天 但他们说 趁年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会后悔 上课咯 不必一三年做得下来 是大家的拱劳 不必一三年做得下来 是大家的拱劳 谢谢钟仪老师